南宋172年在白雪AA的情岭 一支小队正揣着热乎的敌军情报返回军营 突然伴随一声咆哮临间月初的一只猛虎 阻碍了小队的前行 在众人大惊失色的同时 他们的领头长官拔出短刀翻身下马 一套连招就把猛虎KO 众人欢呼而他却满脸写着 技操物流 接着翻身上马继续赶路 这个男人不是武松 他叫陆游 大家好 我是志须醉影的rap artist 今天我们就来聊了著名爱国诗人大宋雅索 陆游 看看他如何一纸奏书惊艳皇帝老板 又为何惨遭罢官 为了宠民不接圣旨便先行独断 他的围观风格有多然 一声大起啰啰啰啰 未卑未敢忘忧国的背后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屡败屡战 陆游这一生经历了哪些暗算 一句家寄无望告乃翁 又道尽了一生怎样的心酸与不甘 陆游 自误官浩放翁 1125年某天傍晚 他出生在他爹靖金的官船中 那天淮河上乌云密布 狂风呼啸 这属于命中自带游走与疾风 然而真正的疾风才刚刚登陆 因为就在那年底 金国南下侵犯 两年后就攻破了北宋都城汴京 灰青二帝被俘 尚在强暴中牙牙血雨的陆游 还不懂靖康之变的耻辱 只知道一出生就在四处逃亡 天天赶路 年幼的他也还不具备 独自面对疾风的能力 只能选择为所发育 根据他自己的回忆 这段时光就是 儿时万死必狐兵 敢料失青 弟子生 说自己都被金兵给打自闭了 感觉这辈子都发育不起来了 心里阴影面积可想而知 就像有一次大半夜 听到了金兵战马的私民声 路由全家躲进草丛 为了隐蔽 十几天都不敢生火做饭 而九岁那年好不容易回趟家 金兵又打了过来 于是路由全家又躲进深山老林中避难 在这段时间里 他目睹金兵践踏祖国河山 民不聊生 妻离子散 深感事态炎凉 也深知人间冷暖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起初对金兵的恐惧 也慢慢转变为 为复仇而战 十二岁时 南方勉强平定 路由也终于回到家乡 他立志上马鸡狂糊 下马草军书 为了日后报效祖国 发愤读书 为了能上场爆锤金兵 疯狂练武 于是读书和练武 就成了路由那时生命的全部 用他自己的话说 读书本意在源源 少邪一见 行天下 而除了读书五件 路由最喜欢的 就是和表妹唐婉一起 念诗画画玩泥巴 于是路由他妈说 干脆订个娃娃亲吧 于是二十岁的路由 和唐婉就成亲了 只是订下娃娃亲的路由他妈 后悔了 因为看着小两口 整天吟诗作对 结婚三年也没生娃 路母担心 儿子被唐婉拖了后腿 你爷爷路店是副宰相 我爷爷唐介是正宰相 你虽自幼聪慧过人 十二岁就能写诗作文 但现在只是个九品官登师了 还每天搁着儿女清唱 你两个哥哥也指望不上 还不给我生个孙子 指望指望 结果就是三年后 路由他爹路宰去世后 他妈就逼着他休妻了 尽管几年后 路由和唐婉子沈缘相遇 路由还写下一首 拆头缝 红苏手 以表唏嘘 但唐婉回对一首后不久 就此离去 上演了生死两格的爱情悲剧 所以历史的争议 不仅在于路由是不是妈宝 也都会对唐婉改嫁的皇室 宗亲赵世成多心疼两秒 但不管路由是不是妈宝 他的首要目标 还是进京港口 在沈缘相遇前的1153年 路由28岁 发育了十几年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然而万万没想到 刚一登场 奶瓶就被打翻 还没入职 就感受到了社会的阴暗 路由当年去参加的是杭州的锁听考试 锁听就是公务员子弟专场 好处是才华可以尽情释放 坏处就是考场易观场 路由的表现 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落笔直歌千言 气欲吞名场 然而 他的才华过于释放了 成绩都力压了 当朝全向秦桧的孙子秦勋 导致秦桧很不爽 结果路由很受伤 关键第二年路由又去参加礼部的考试 又又考了个第一 历史的轮回就是 他又又又遇到了秦桧 这次还是得归 直到熬到秦桧葛屁 直到新皇孝宗登基 路由的仕途才迎来转机 和一星只想享乐的高宗不同 孝宗年轻热血 且爱整活 作为李白的忠实谜地 孝宗问仲大臣 当今世上还有没有像李白一样的大咖 仲大臣纷纷表示 有个刚入职四年的公务员叫陆游 他的诗词 黑优秀 于是孝宗便拿起陆游的诗作败读 像是这首 吐吞交日月 轰动战雷霆 最后吹横笛 鱼龙翼出听 意思是歌喝酒后吹笛子 连语语都跑着来听 孝宗读后连连点赞 果然有idol的feel 要亲自面试一下 于是路由得到了孝宗的亲自接见 结果也令人满意 连考核都不用 直接赠予近视学历 相当于现在的博士 尽管翻身翻得这么突然 但路由知道 时机成熟了 因为孝宗不仅认可了自己 还认可了抗金名将岳飞 于是路由立马就找到孝宗开黑 表示敌方高地可以推 第一条奏书便是 有金兵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宋孝宗也是性情中人 对路由的开黑邀请很感兴趣 便问 一路爱亲之高见 这金兵该怎么异呢 路由打道 凤阳河四周地势平缓 可攻可守 乃开团的绝佳之地 孝宗说 可 于是就有了宋朝又一次 习惯性战败 龙兴北伐 简称团灭 其实1163年在北伐前期 张骏率兵八万 还是一路攻城略地 先后收复了师弟宿宪及灵币 路由也以为 这次能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但是呢 开黑排位最怕的 就是排到演员 输了还说你指挥不力 就在宋军准备 继续北上收复 河南山东之时 一个叫绍洪渊的人 就因为自己没立功 干脆按兵不动 像极了没抢到人头的队友 消极带攻 这就直接坑了 被金兵夹击的李显忠 我还没上你就往上冲 而关键是 因为这次失礼 朝中义和党再次抬起头来 纷纷弹劾陆游 说北伐误国 而陆游却觉得 胜败乃拼家常识 大不了再开一局 继续高呼 抗金一生一起走 谁想组合谁是狗 于是没过多久 陆游就被孝宗踢出了群聊 先贬官 然后干脆罢官 虽说龙兴北伐已失败告终 但陆游也为祖国挽回了一定的损失 因为通过这次团战 金国发现 大宋还是有能打的 不能把他们逼太急 还是和平补刀吧 于是宋经两国签订了龙兴合议 龙兴合议将以前碎币的 赢25万两 卷25万匹 改为赢20万两 卷20万匹 也算是给大宋损了不少钱 而至于路由 不服归不服 也不至于阴谋 要想当年秦桧这么厉害 不一样被自己给熬死了 不着急 逆风翻盘得先狗 慢慢等 报国机会总是有 毕竟古人说过 深穷水富一无路 六岸花明又一村 只是万万没想到 这一回家赴贤 就是五年报国无门 随后路由就做了三年的地方官 一晃 就是八年青春 而正所谓 多行不义 必自毕 没有疾风面对的路由 一天不义 浑森难受 索性朝中的主战派大哥 于颖文 还记得当年给朝廷 献祭北伐的那个路由 于是将他引荐到王延的幕府 地点就在金宋边界南正 一七年路由一路跋山涉水 来到了南正 王延对文武双全的路由 钦佩已久 所以刚一上手 就给了路由一支精锐部队 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 在秦岭上 阔四普松的桥段 因为路由表示 要开团 得先开事业 得登上秦岭 对敌秦充分了解 而秦岭 且不说是海拔 两千多米的高原 还常年刮风下去 属于真面对疾风系列 路由在古代四十七岁 这半只脚的踩进棺材的年纪 在秦岭上来回穿梭 面不红气不喘 杀老虎还不高反 还顺便写了首诗 楼船夜雪 刮周渡 铁马 秋风 大散关 也算是文能当旅游形象大使 武能打死老虎的猛男 路由用八个月时间 将金军的情报 全盘摸清后 草拟了收复失地的战略计划 平容策 并上交朝廷 路由觉得这一次若能出兵 必将给予金军重创 只不过尽管作战方针 味道的嘴边 此时的朝廷却只想安于现状 不仅平容策被全盘否决 王延也被调回京城 幕府就地解散 面对祖国大宋 只求苟安 路由也只能从西北前线 先后到四川 江西担任地方官 他此时的心情就是 报国欲死无战场 发出悲歌仰天泪如雨的感叹 而尽管已经知天命 路由的挫折仍接二零三 他坚持上书北伐 然而书信根本无人看 他在四川遇到范城大 然而却因为布局礼法艳影颓放 再次被免关 他写下蜀州大岳 抨击南宋 养兵不用苟且偷安 他在杜甫草堂附近的 幻花西畔 感受门博东五万里传 他回家后就病倒了 写下病起书怀 出师意表通筋骨 夜半挑灯更细看 所幸的是 路由的心态一向很好 纵然无法上阵杀敌 若老天再给个父母官 也要好好干 1180年 路由围观所在的江西 遭遇特大洪灾 而他上交给朝廷的赈灾文书 却迟迟没能得到回复 救命心切的路由 顾不上这么多 选择再一次面对疾风 当即下令 不等圣旨 放梁救灾 正如他在病起书怀所写 未卑未敢忘忧国 是定游须待何官 路由觉得官职再小 也不能忘了忧国 而是非对错 等到死了再说 这一次 路由总算弥补了 在南政 没能保护百姓的遗憾 而11月路由奉召返京 被借机弹劾 不自检赤 所为多粤于规矩 也是果不其然 于是路由愤然辞官 此时的路由在山音一待 就是五年 父仙在家 其实也不嫌 路由表示 人生的追求还得多远 毕竟作为少有 活了85岁的古人 路由的养生之道 正在于田园 他整书扶己当贤息 失去曾孙竹马骑 意思他把整理书籍 扫地擦桌 当做锻炼 有时还和曾孙一起骑着竹马做游戏 他游山如读书 深浅皆可乐 意思登山就想读书 深浅都让人舒服 他雍丈木鸡屯 乃是老人直 意思老了还要养鸡养猪 他说少饱则止 不必尽弃 这不就是如今减肥得少吃的傲义 他说死飞一日治 小病为前驱 这属于早就看透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而且路由一生都喜欢猫 说时时醉薄和夜夜战取书 不仅天天给猫吸猫薄荷 还让猫一起睡被窝 他也表达过禅使官的无奈 说惨我架上书祸乃及斯文 怕我书架上的书都啃了 只是尽管路由热爱生活与田园 将人生的大事小事记录于万首诗篇 但即使不再是少年 仍是国仇未报壮士老 侠中宝剑夜有生 一剑飘然万里深 白头也赴走京城的报国志向 流露于字笔行间 1189年宋光宗继位 已经64岁的路由 又上书新帝深情北伐 同时还不忘规劝新皇帝 生活要节俭 而光宗这个皇帝 虽然在继位之初 也能听听臣下建言 但他身体上体弱多病 心理上爱听信奸臣谗言 让心狠手辣的李凤娘干政 将爱国大臣心气急罢免 从以上操作也不难看出 路由的命运 同样是因朝永风月被罢免 而命运就好像是一个个被写好的轮回 这次罢官又是一个14年 在1202年 路由以秘书建的身份 被派去修国史后 在他编完了两朝石鹿和三朝史 还私自编修了十八卷南唐书后 已经78岁的路由申请回家养老 他并不是因为年老放弃了北伐 并不是不再欣喜那风雨飘摇的宋朝 而是深感个人的力量 太过渺小 他在绍兴隐居的时候 遇到了上任绍兴知府的新契级 这两个一身抗金的老人 一瞬间老泪纵横 辛契级看到家徒四壁的路由很穷困 路由却拒绝了他的资助 说人民的财产应该给更需要的人 他们一起作诗商讨国事 北伐的激情被再次点燃 他们相见恨晚相处太短 尚可一站的辛契级 也承载了路由所有的北伐期盼 1203年底 主战的寒托咒 召辛契级去临安商讨北伐大事 临别前路由向他表达了 大才小用古所探的遗憾 也寄托了残鲁犬羊合族下的孤单 同时让他遇事谨慎判断 还要严刑得体 以免遭诬陷或暗算 而遗憾的是 尽管辛契级到达金口药地 尽管金国此时内部混乱 他也只能在北固庭抒发江山依旧 英雄不在 而后继无人的感叹 因为与寒托咒急于进兵的思路不合 辛契级最终被撤坏 其后的结果是 1206年的北伐战争 当宋金两军主力会战 叛将无锡不仅不带线推塔 还暗中帮助金军排忧解难 寒托咒的军队全线溃散 而尽管平定无锡之盼 也稳定了淮南 但组合派和金国 却用寒托咒的首级当筹码谈判 1207年10月 辛契级去世 1207年11月 寒托咒被暗算 1208年9月 宋金达成家定合议 战败赔款 1209年 抱着终生未能收复中原的遗憾 在病床上的陆游 写下了不朽的千古绝唱 死去缘之万世空 但卑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佳继无望 告乃翁 1210年的春天 这位85岁的武将文人 诗人老人 也永远离开了人间 离开了他最爱的大宋 我以前不懂陆游 只知道他一生抗金 壮之未愁 而如今再读陆游的诗 不分良友 不用牵手 也能感受到这个灵魂的 有血有肉 他说自己年轻就混上流社会 早岁入黄州 尊酒相逢尽胜流 他能感知到世间万物的悲欢 感叹梅花 月中欲人真寿 他有时候会及时行乐 拿到工资 就喝酒的安慰自己 正令插合上清云 不如得钱 祭古酒 而有时候喝了酒也没用 他又感叹 上尊不解散劳愁 他一生为大宋而战 却胡未灭 病仙秋 泪空流 他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 深老苍州 而当他写下夜兰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志未愁时 其实那天的11月4日风雨大作 还有一首 西柴火软蛮沾暖 我雨离奴不出门 这暴风雨的天气 还是适合在被窝里与猫相守 而陆游是一个爱国的人 而他爱的也不仅仅是国 那个徘徊在沈缘的陆游 那个隐居在绍兴的陆游 那个为鸟兽鱼虫花草树木 血诗牵手的陆游 都是最好的陆游 而陆游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更在于在官员奉禄最高的南宋 围观数十载的他 在晚年回到家乡时 却住着腿原破屋 吃着糟糠之粮 纵然如此 他却仍拿出仅有的积蓄置办药堂 就像当年在江西治水时 宁可不要着官帽 也坚持旧灾放粮 他对这个世界的热爱更在于 他一生历经了四位皇帝 数次罢官与辞官 尽管被针对尽管被刁难 而他从未忘记年幼的苦难 一生折收复大宋河山 陆游注定是个战士 也是个傻子 他站得潇洒却傻得伟大 傻到让人潜然泪下 明明可以安身后方 享尽富贵与荣华 却偏要附身前线 时封隐沙 春莹百花 东宋寒鸭 八十载秋雨下 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毒打 一次次丧权辱活的北伐 岳飞死了 心气急没了 当梦想折戟沉沙 他仍无悔青丝换白发 当他追求的梦想成为遥不可及的炮影 他也不愿做那南方歌舞升平的将军 而是面向北方的刀光穴 在疾风中逆行 他用一生把别人的苟且活成了热血 他用热血书写了一个个普通中华儿女的始至不渝 报国心切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怯 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世少 天烈